一大塊,不要太細塊,太細塊就收到差不多 質量沒那麼好,這些位置就相當低 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我去年用新鮮五花腩做梅菜扣肉 今天這件是急凍五花腩,最近新鮮豬肉很貴 早前去惠州玩了兩天,在惠州買的梅菜王 今天就用梅菜王,燜個小腩,跟大家分享 急凍五花腩,有這麼漂亮的梅菜王 怎樣做出來可以比美梅菜扣肉呢? 大家就看著我的做法 第一步,拿鹽出來 我們放四五茶匙的鹽下去 這裡我們放一茶匙的鹽下去 我們用淡鹽水,將兩樣食材解凍 腩仔浸泡十多分鐘 然後到梅菜,我們用淡鹽水浸泡十分鐘 梅菜約浸泡十分鐘之際,我們就把它撕開 這些梅菜王,我們俗稱梅菜芯 我們以前在外面做,燜好梅菜芯 用來炒菜,很好吃 還有很多種用途,蒸魚、蒸肉餅 我們就全部撕開 我們先處理好梅菜芯 然後把豬肉放在一旁 這裡,我們把水放進去 梅菜呢,我們用一個拿的方法 為什麼呢? 因為梅菜有很多沙 如果我們不斷倒進去,就把沙倒進去 做梅菜,其中一個竅門要點就是 要沒有沙,你做得多好吃也好 一有沙,一粒老鼠屎就攪拌煮粥了 就是這樣 大家看到嗎?剩下的沙 我們就倒進去 然後把沙倒進去 把沙倒乾淨 又倒轉 然後把沙倒進去 這邊,放水 這邊是用刀的方式 我們如是者,就刀4-5次 刀4-5次,刀4-5次 刀4-5次,刀4-5次 刀4-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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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4次 刀4-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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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淡鹽水,然後洗一洗 將所有淡鹽水的味道,清潔乾淨 洗了兩三次後,檢查皮的位置有沒有殘餘無法留下 如果有的就刮一刮它,或燒白鑊,辣一辣 有這麼厚,半隻手指,在中間先開,不需要太厚 開了之後,稍微抹乾身 我們隔離這裡,開火,有什麼用? 燒點水 將兩塊豬肉放進去,飛水 飛多久呢?飛十多分鐘,要飛到熟 豬肉飛緊水之際,現在拿出梅菜 我們先處理這個頭 我們檢查這些頭有沒有很硬的地方 如果沒有的,我們就改了 這麼漂亮的梅菜,頭部不太硬 如果質量不太好,這些位置就相當硬 相當硬,我們就用刀子插一批出來 這些我們就繼續改了 用來燜,不用切到很細粒 這些頭部差不多就可以了 這些位置都很硬的 這些位置我們切出來,不容易 大約半寸多一點,一隻手指頭 不要切得太細粒,因為是用來燜的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準備一粒蒜頭,剁成蒜蓉 在家裡的乾蔥也沒有,芫荽也沒有 我們就切幾本薑下去,一起炆 豬肉約飛了十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就夾起來 準備一些冷水,先浸泡它 豬肉稍微洗乾淨之後 我們拿起它,然後怎樣? 晾水 豬肉晾緊水之際,我們旁邊就開火 有什麼用? 洗乾淨的鍋,拿梅菜出來 我們把梅菜放進去,用八鍋燙一燙梅菜 慢慢火就可以了 我們慢慢火,用心機耐性 把梅菜燙到乾身 水分後,我們要怎樣處理 我們把梅菜燙乾乾後,我們要怎樣處理 我們把它改一下,怎樣改呢? 我們約一串大小小,不要太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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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就沒有東西看了 切完豬肉,我們就要看梅菜 我們不要心急,慢慢火燙 梅菜一定要做這個工序,做梅菜才會好吃 炒了5-6分鐘,然後放在一邊 這段時間,油都不用加了 我們把豬肉放進去 我們慢慢火煎一煎 讓豬肉釋出油分 那我們之後先把豬肉先煎一邊 再煎一邊 再煎日本的煎一邊 因為這些菜籃魚 anyways 是相當肥油찬 炒了1分鐘左右 我們加一些豬肉和梅菜 pré棄 把豬肉和梅菜 都勻平焙掉 讓梅菜熟一熟豬肉的味道 然後放一湯匙的老抽 放了之後慢慢把老抽和豬肉和梅菜一起混和 有看過我前面做梅菜排骨也有說過 梅菜和老抽的味道相當適合 先炒一炒 炒了一分鐘 薑片、蒜蓉、冰糖 有多大粒呢? 然後把所有蒜蓉和薑片炒一炒 炒一炒 聞到香味色醋所以更加香 先把薑片加少許酒 然後加水 我們要把所有材料蓋過面 加水之後將它混和 加一湯匙蠔油 開頭不需要加太重味 因為梅菜也有鹹度 夠甜度,先讓它煮 煮熟了 煮熟了之後 煮熟到最慢的火 蓋過 煮熟了45分鐘 煮熟了45分鐘之後 看看這個模樣吧 我隔15分鐘左右 煮熟它 煮熟它貼底 看看可以不可以呢? 看豬肉是否夠軟又可以 剩下一個大 現在就差不多了 如果想吃軟一點的 現在就再煮熟15分鐘 想吃有一點咬口的 現在就可以了 譬如新鮮豬肉 關火再煮熟15分鐘 現在我們試一下味道 這個醬汁偏甜就算可以了 現在調大火 收一下醬汁 醬汁 醬汁收到差不多 我們不需要收到乾乾的 有少許醬汁在底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關火 然後先把梅菜 看到梅菜嗎? 看見已經很想吃了 梅菜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大家就要視乎梅菜的鹹度去調味 喜歡吃腩仔的網友給我一個讚 喜歡吃梅菜的網友訂閱我 在《職人吹吹吹頻道》 幫我分享梅菜 炆、腩仔、肉 我先吃飯了 下個視頻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